地域游记 第五回 游第一殿 与秦广王旭谈 时间 西元1976年 中华民国65年 天运遂赐 农历 秉承年8月29日 继功活佛降临台湾省台中市圣贤堂 诗曰 七秦六玉物一身 纵提经榜义浮明 桃园最好修身地 影世逍遥不欲经 纪佛曰 今天准备游明 扬身你为何心神不宁 扬身曰 俗世缠身 一心述用 所以精神散乱 纪佛曰 游明不适而戏 心若不敬 人灵难入阴府 但今天若不能游明 必会耽误著书的时间 我赐你一粒定心丸 赶快服下 准备启程 扬身曰 感谢恩师 我已服下 感觉精神未知一阵 繁星尽消 纪佛曰 速上连台 启程吧 已到了 扬身曰 这是什么地方 前面有个大殿 人影壮壮 有些看不太清楚 纪佛曰 前面就是明府第一殿 我们快去参见明王 秦广王曰 迎接纪公活佛 及台中圣贤堂 圣比阳善身驾到 阳身曰 参见秦广王 我今天随纪佛 到贵殿打扰 冒犯之处 请多宽恕 明王曰 阳身不必客气 随我入殿 请在会客室稍作 命将军 诉奉先茶 将军曰 遵命 明王曰 祭佛 阳善身请用茶 祭佛曰 阳身 何必愁躇 快喝吧 没有关系 阳身曰 我不敢喝 听人家说 若是凡人 到了地狱府 饮用食物 就不能回阳了 所以还是 您们用就可以了 明王曰 阳善身你言差了 世俗所传 阳人不可以 吃阴间的食物 此乃对一般人而言 阴阳各有所主 当然不可 紊乱刚记 但你是奉旨而来 属于贵宾的身份 而且有祭佛引导 怎么会不能回阳呢 祭佛曰 阳身你就放心吧 阳止在身 有那一个小鬼 敢得罪或拦路 谁若冒毒阳止 一律研罚不赦 别怕 快喝吧 明王曰 世人都是贪身怕死的 但是如果阳善身是怕死而不敢喝茶 那还是情有可原 有一般的世人 明知为非作歹 只有死路一条 还是不肯回头的勇往直前 一直到步上了坟墓 爱 真是可悲呀 阳身曰 我喝了就是 口也正渴着呢 请问明王 外面那么多人在排队 是为什么呢 明王曰 我是掌管第一店的 凡间的人死后 先到阴阳界 交不听报道后 阴历便将亡魂 压至本店 并将报道卡 一并归入档案 我查其善恶 善功多的人 就带入阴府各店去参观 或由各个有缘的恩师 度回再修炼 或发送至赏善司 或聚善所 罪过多的 则发令交给第二店去审判 或压进罚二司 如果罪恶深重 却不肯认罪者 就要先压上聂静台 照出他们犯罪的原形 使他扶受认罪 然后再送第二店 阳神曰 外面的亡魂 啼哭之声 哀嚎不绝 壮志凄惨 老弱妇孺都有 不知为何而哭 明王曰 世人到了本店 明白自己 已经离开了世间 在生的时候 不相信鬼神与因果的报应 一旦到了此地 了解人死了 并非一切可以化销 所谓 一旦无常万事空 阴路只有孽随身 亡魂深知 将受阴间律法的审判受刑 各个心寒而栗 痛哭后悔 而且离开了阳间的亲人 娇妻爱子 高楼经营 恩爱难舍 现在只有截然一身父皇权 想来经不住悲哀流泪了 阳神曰 为何那些阴力对亡魂都不尊敬 用铁叉压支 或用鞭子抽打 亡魂各个敬若寒蝉 实在太可怜了 明王曰 这些亡魂在世时 不守道德 所以阴力对他就不客气了 此乃其罪有应得 正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侥幸投机度奈何 如果人在世的时候 心存既是慈怀 死后因力 福神 就会对他 礼遇三分 这事是人 自作自受 你不必同情 阳神曰 在生的时候 如果不修身养性 死后可怜至极 后代子孙 如果知道自己的祖先 死后再因腐 如同罪犯 任因力欺打 一定会不忍心的 世人要对祖先报恩的方法 只有修道行善 以功德超度祖先的灵魂 早日使他们出离苦海 祭佛曰 世人若是 不守家规 乱行不法的人 其祖先 就会受到他的连累 所谓九玄七祖血脉相关 因果循环密切 甚至甚至 今日时刻已到 准备回堂 明王曰 送假 祭佛曰 扬身快上连台 准备回城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地狱游记第五回 恭念完毕